陳朗昇在今個月7日 在旺角麥花省場館外準備採訪 朗平村業主大會期間被捕 他日前收到警方通知 正適以左差辦公罪落案起訴他 案件今日下午在西角龍裁判法院提堂 他表示不認罪 代表陳朗昇的辯方大律師 其後呈上多份相關文件 指陳朗昇在牛津完成學營計劃後 會返回香港接受審訊 但控方提出必須限制陳朗昇離去香港 羅官聽完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指 這兩案件經常出現 同時這案件並沒有涉及暴力等嚴重刑事罪行 除非有特別因素 否則法庭一般不會限制被告離境 他認為離空6個月的時間不算太長 所以批准陳朗昇保釋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明年4月25日再提審 5月16日和17日審訊 我希望可以順利 星期四可以如期來說 亦都給了很清楚時間 4月中我要回來 然後我要案件5月中再去開審 亦都改變了我不認罪的立場 陳朗昇准現金2萬港幣保釋 但抵抵英國之後 必須通知香港警方當時的地址電話 以及如果根據地址,必須在48小時內通知香港警方 喂喂,看完米酒住啊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唯一